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者移民澳洲不是梦 心动不如行动 还不快点打个电话来宏愿移民 报名听下澳洲移民说了 看下哪个工种适合你 还可以全家一起移民的 报名热线6214438 找宋先生谈谈 OK 国旺来说 我们都集中了推介 是英国澳洲或加拿大的房地产 给大家作为投资之选 未来的日子里面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有没有东南亚楼盘好的推介 今天我们在公司 就特别搞了一个 泰国楼盘的一个展销会 这个展销会楼盘位置 在巴提亚的一个别墅的项目 今天都高贫满座 座无虚值 坐满座 大家反正告诉我 对于投资东南亚 原来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个项目就是位于 在巴提亚的一个 独立别墅的项目 有没有想过自己的 Dream House 门口就是一个泳池呢 这个项目正正就是 满足大家的需要 费用有多少 香港一个停车场的价钱 两百多万 就可以买到这个别墅了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WhatsApp我 找我 路送62214438 我们大家 详细谈一下 为你介绍 拜拜 拜拜 一代港湾何用卿的足球世界 2020年世纪特册 或者我们也停了一段时间 这个是我错的 你错 是我错 是我错 是我的问题 首先要讲一讲 和轻哥去做这个节目 是我做网台的其中一个 最高荣誉 多谢 因为为什么呢 你白忙之中 收时间来做这个节目 不是 我求你做的 我求你很久 我从四年前开始 到你现在 你才肯 书尊降贵 你千万这样说 为什么我又觉得这么荣幸呢 因为轻哥 就是中华民国国家队的成名之一 也是名宿 在球团上 七争一事 以我来说 我作为一个 所谓网台的主持 我能够和轻哥 就是做一个平论世界杯的节目 我真的觉得 是其中一个 是时却高峰 是 所以今次 就很努力去做 和你做节目 是最开心 最开心的 多谢 多谢 轻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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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错误呢 就此证 不理多多不幸 后面大家看到了 就是现在主办国卡塔尔的其中一个非常外貌 漂亮的球场 卡塔尔今次主办2022年的世界杯 相当之多奇的东西 其一就是前国际据协的主席 这个意思是周足鉗 是 他是发有价 突然间一句 在卡塔尔这个国家 举办世界杯 是一个错误 大哥 他一直都有反对 有反对到 但反对无效 无效 你反对无效 不要现在说这些话 我作为球闻 我作为球队 我又不知怎样 我主办国我更加不知怎样 你已经乘哀乐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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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儿子也生涯了 你已经硬定了 你现在说这些 是否多余呢 多余 另外一个发表是这样的 就是说 法国原来出动了帕天尼 一代球星 原来是什么呢 卡塔尔买了很多法国军火 代掌足球和很多国家都有很大关联 但这些超出了足球范围 我们也不多说了 本来兴光在此 我们一定在说 这些世界杯 有哪几队 可观点 看得上眼 似乎近年欧洲的足球水平下降 根本很多地方的足球水平下降 如德国 荷兰 近年来说 都没有什么突出的新人 没有什么特别 西班牙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西班牙仍然有一定的实力 因为这些触及强角 但卿哥所说的 我又有很大感触 如果我们那代球迷外体 当年这些戚册一时 这些超级巨星 后来的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可以比移 就算巴西队是 你现在有个尼玛 我觉得尼玛也是 他第二线 不是第一线 如果你说以前那些 他都不轮到他 对 他影响你很大 他插水那字 影响了全世界 我见到有一个搞笑的 就是说 你碰到哪个球星 接着他会有什么反应 碰到阿拉伯莫奇志 他一招踢到尼玛 踢到尼玛 他就继续跑 踢到尼玛 他打16个关斗 一直滚 尼玛根本人们都没有踢到你 打几十个关斗 他们说他影响多大 现在整到周围都插水 很多球员在比赛之中都插水 你是不是影响了 就是插水成风 对 没错 我们刚才说的 有哪几队可观一点 你自己有什么心碎 我心碎 巴西虽然是球员年纪比较大一点 但是他仍然有他一定的实力 就是说你如果巴西看 即是你那场你也尽量看一看 即是看现场 是呀 当然 不是看现场 就是看直播 没错 其他那些 开场那场 我想你能看不看 开场那场 你能看不看 那我应该 你靠习以身为主办国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不是 我不是说有没有问题 我很好看的 我很好看 如果太晚的 不要浪费时间 熬眼睡看 是呀 是呀 英格兰平均年龄都可以的 老实说这场是帮我们实体的 所以现在我们事先宣布 即是我们那个安排是怎样的 如果以香港时间来说 11月21日 我不记得是星期多 总之就是 投场 我们看看仪式是怎样的 是呀 仪式是怎样的 是呀 仪式是怎样的 是呀 可能阿瓜多尔对卡塔尔 大家知道 为何要安排这样的 就是不想卡塔尔输得太金 如果你投场巴西对卡塔尔 他不算你稳 那你会不会很强 是呀 安排得挺好的 是呀 其实抽什么签 特别有抽签 哈哈哈 你说 哈哈哈 哎呀 全部包了阵子 但是第二场 当日第二场 我们实体的 因为就是英国对伊朗 如果下一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讲这场波 有什么期望 但是 卿哥 你数下去了 巴西袋 嗯 它的盘口 今届 即是到现在为止 即是 一倍五 嗯 你现在买了没有 你买了没有 没有 有些心想 都是看好它少少 其次就是 阿根廷 嗯 阿根廷就是六倍半 六个半 六倍半 嗯 英国呢 英国就七倍半 七倍半 西班牙呢 不是不是不是 我刚才说了 一倍七 一倍七个半 刚才说的应该是一倍六个半 西班牙呢 哇 西班牙 看先第四 又是跟英国一样 哦 英格兰一样 我想 都是那几度 法国 乘不乘气候呢 法国就差一点 就是 法国就差一点 但是它是第二次热 它是第二次热 它是 是的 巴西之后 不过我们觉得 如果 那么早买 其实就是说运气 没错 你都不知道 落到场的时候 那个状态是怎样的 没错 球员是否适应 天气有很多问题 存在 四十几度 就是四十几度 但是球场是开冷气的 天然的天气是不一样的 呼吸也不一样的 呼吸也不一样的 还有适应池叉 就是了 这次这个世界杯 为什么我们说它是騎离呢 就是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打世界杯 应该是七月至八月 当时任何地方都是热的 但如果在欧洲 就会舒服一点 曾经有一届 就热到妈妈都不认得 我不记得是哪届 但是卡塔尔也没办法 即是它是不是都热 即是一天早上打 一天晚上打 即是叫做好一点 即是对其他国家的球员 真的很大效益 还有因为今次的联赛收铁 是很迟的 你有个问题 就是球员的状态 究竟是巅峰还是衰落 还有一个 例如法国的其中一个球员 就是刚刚上了 不可以 刚刚上了 你说以前比较 即是今次是挺难预测的 是啊 我觉得很乱 要预测谁 入到八强 你都不是那么容易 是啊 真的 那你贴不贴冷 贴一些冷 冷啊 冷门 你觉得有什么冷门 我数一下冷门 瑞士 一倍六十 抵博 抵博 对 我马上去买 是 黑罗地亚 我也是 这些是冷门的 真的冷门 黑罗地亚 比利时呢 比利时也冷 十三 对 它是紧随荷兰之后 但我自己会买一队 胡乃龟 35倍 胡乃龟 欠冠军的意思 正是老冠军 欠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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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决赛 入到决赛 就是这些 我不说他 值得去试 胡乃龟的成绩都不错 是的 也有很多球员出来 好的球员 我们就数过这些 大家这么早 如果这么有兴致 走去 不妨少住宜程 大股就无谓了 没错 当年巴西对法国 有人输得很糟糕 这场不是个经典 人们的影势难忘 影势难忘 输得很厉害 那个不是我 那个不是我 你是老友 你真是 我不敢跟你回答 你老友 我不敢跟你回答 OK 我们再说回 巴西还有一个获金 自己主办的 7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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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场都输几球 那个爆装什么 大蕊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找个这样的球员去挑 这些是千古罪人 你不要说他 卿哥 这次 刚才你已经说了 可观就是各几队 巴西 英格兰我们必看的 为什么呢 我们对英格兰有一种 情义 情结 但如果你看巴西的阵容 很搞笑 年纪大吗 不是 他基本上是英超 英超 英超联队 应该是 所以他的打法 可能有少少改变 是吧 自己的短存甚入 那方面 可能会加少少长存 是吧 他打法 和走位 走位 对 打法可能不会有改变 我怀疑他们哭球 也不会哭了那么久 是的 不会搞一个扭你几个 现在不行了 你一拿球就迫来 一拿球就迫你了 我想问你 其实有些球员 踢得很浪 是的 举个例子 例如说 现在好红哥 就是这个夏兰特 曼城那个 他老爸就被阿坚 一脚踢下去 他说他自己 因为那脚收山 我看过英超 其实现在都看得很辣 快速度快 没办法了 即是银子足球 你胜命 你用银子 代都代不了 是吧 所以 现在是金钱足球 还有他说 踢到球员残 是 你不是普通说踢到前锋都不够 是 球员都不够 踢到球员都不够 是 所以现在最大优势 就是万胜 是吧 他球员多 即后备力量板灯力量不够 是 所以 没得谈 巴西 这么多人踢英超 你觉得是一个优势 优势 当然 适应欧洲踢巴 是吧 即是拍球不怕你 当然 不同的打法 我个人估计它不同 以前的打法 是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 他当然有一些比较出名 即以为入选 入选不到 但都是尼马挂岁 但有一个后防是逆位 就是丹尼尔 39岁入选 我不是说39岁有问题 39岁其实都不是认真 例如你踢中坚 甚至你踢中场都可以 是 但他踢那个是逆位 我说轻哥你解释一下 逆位这个我们是看巴西队才有的 我想他要重复 重复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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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能回头 我想不回头 不回头 不回头 那后面哪个是保费的 不回头 不回头 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是正选 但我踢下去他似乎是 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他放下 就是因为他镇得住牆 就是看着巴西队 所以他不后 你是不是要找人踢他 是的 那你后面那个 就轻松一点 如果他踢逆位 难道你找个逆风 骗他吗 我又觉得很搞笑 你的对手 要不要看他 要 是吧 那他也是起到作用 是吧 他也是起到作用 不过似乎是否这种逆位踢方 都只是巴西队才敢这样做 我估计他不会长期让他踢路 39岁 39岁 始终都是年纪大 他不是守龙门 守龙门是39岁 没问题 是吧 是吧 但是他后面还有个高斯法 是 是 是 三十七八岁 也是老爷 是 我们出了个名单 两个加上七十多岁 是吧 是吧 就是年纪比较大了 我看下去 基本上全部踢欧洲 只有几件踢巴西联赛 那教练的领队 我觉得是不错的 嗯 是吧 你现在最强实力的 是 你南美来说都是 巴西和阿根廷 阿根廷 都是对的 是吧 连来去去都是那几队 是吧 是 你都是对欧洲球多的 是 不过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说哪一队会赢的 哪一队好看 没错 那巴西队一直都保持到 即是给到一种的娱乐性给大家 即是 你看下去是舒服的 是吧 他出线 我想没什么 怨念 有什么怨念 是 那我们说一句 他有重组哪几队先 蔡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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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懂得 蔡二维 蔡何维 bury 蔡二维 蔡二维 蔡钢 蔡萝 蔡ли 蔡 邦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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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준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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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骨 即是有時候的球隊 其實看起來撞撞撞撞的時 不是十分好認力 但是我姐 你那個人戴了面具 即是說即場看 好像撞撞撞的不是很認力 但是回去就知道很急 她即場都有摸一摸 摸一摸 繼續 你踢開就沒事了 但是你裂了 你回去就會很嚴重 沒錯 我們有提長 不用怕 因為我們兩個年紀很大 人家的東西很嚴重 巴西前鋒方面 你怎麼看 尼馬似乎你一直對他的觀感很差 我偶像 這個世界偶像 插水王 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影響到 但是他會不會有個問題 他身材其實很會單薄 但技術是不錯的 他不要那麼多其他不必要的花巧 他始終都是一個危險人物 但你說跟以前那些比 我覺得是差一點 差一點 以前我們最記得 如果是黃金年代70年就給你 也不知道他在那時候很多角色都很好 你有什麼想法 有一個拖士圖 有很多 有一個 來過香港 白珍珠 也是很好 當然很好 然後到了86年 蝕糕 我最喜歡看誰 蘇古迪斯 蘇古迪斯好像你一樣 很高 高得來很威脅 受得來他都算好東西 走上走落 還沒報 他厲害 他是醫生 他是醫生 他還好像你那種吃煙 他好像牙醫 他是醫生 牙醫 牙醫也好 牙醫也是醫生 現在也不知多重要 是啊 不過他已經不在 已經離開了 接下來很多屆都很好 但始終是一樣 我看球要求一樣的 義樂性 沒錯 最重要是入球 最重要是入球 結尾 我想問你 你如何評價巴西隊的龍門 巴西隊的龍門 似乎沒有甚麼要做 巴西隊的龍門 赤利米浦 我覺得他的表現相當一流 之前我講過 他甚麼都有 足球意識 要讀球賽能力 每一樣東西他都有 嗯 現今來講 很少 很少 除了紐瓦 紐瓦現在都年紀大 德國 之前是紐瓦 當然是最好的 嗯 現在我想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哦 巴西的 距道世界級 因為以我理解 巴西龍門 總共都會很差 每個都是 每個都在外面 不可以 你走進去 不懂得踢球 不懂得踢球 就踢龍門 是啊 是這樣的 好像小孩子玩似的 在外面 就去打龍門 是啊 但是他的足球知識 真的相當豐富 近年不是 我剛才說笑 為甚麼呢 大家的水平拉近了 你都被人攻 你都要 起碼有些筋量 才去巴西多裏 還有我看過 他們巴西多的腳球很重 哇 我看過以前的龍門 在國雅級 接一接球 嘩 手整齊 是啊 是啊 我會被他省斷手 以前我們一擋球 哦 看一看 雨了 哈哈 現在的腳力 還有現在的球 速度 比以前快很多 我問你一個假設性問題 阿羅伯圖卡洛斯細佛球 你會怎樣 那些 都是捉路的 為甚麼 其實人場不是不好 其實也有影響龍門 到龍門見到那波的時候 已經過了人場了 是啊 過了人場 是不是 過了人場的話 你要再飛 用力飛過去 你真的未必一定救到那波 救到那波的機會很美 是啊 還有如果你真的找東西 拋的時候你自入 很多時候龍門是碰不到那波 碰到那波 如果你手掌就可以 拋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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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射到力 如果你說拋一下手 斷一點 如果你拋一下角角 不斷你 那波都是一樣跳去的 是啊 你阻止不了那波 是啊 是啊 真的 最多你阻慢了一點 如果你好像之前70年代時 龍門戴手套 我想手指串了很久 可以這樣說 每一個年代都不同 現在足球 射球是很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 你不覺得現在足球是比較 飄飄 是吧 很難踢 是啊 但是幸好卡塔爾 我相信不會打水戰 不會下雨 不用怕 嘩 這件事很難說 哈哈 誰人做雨 哈哈 那樣都被你想到 唉 那它是有人做雨 那樣都被你想到 好啊 很高興跟興哥一起說 這個拋一下杯 再次宣佈 那個拋一下杯 我們不可能跟興哥日常常都說 但是我們會抽一些香港人一定看的波 巴西都一定看 英格蘭都一定看 德國隊都一定有人看 是啊 德國、荷蘭那些都很多 還有一隊 普通亞 我們跟著都會說 普通亞 你看斯朗 是吧 看斯朗怎麽混蛋 哈哈哈 好我們下一節再見 雲園海外物業中心呈獻 英國多房式HRMO計劃 年三年租約 高達七里回報 投資英國物業市場 還等 快點打電話來 62214438 找宋先生了解詳情吧 好了 喂 你好像進了一批 泰國 很經典的一批 番茄 是啊 為什麼呢 我們有些泰國朋友介紹 他說 泰國現在很流行的黃金番茄 名字叫黃金 是不是有黃金 是有的 真的是黃金的 黃金原來有些礦物成份 對皮膚有好處 現在我們拿回來 可以這樣說 是廠家直銷價 是50元一塊而已 真的嗎 泰國要賣到240元一塊 差不多60元一塊 香港比較貴 因為它是零售價 我們就直接從廠家拿出來 是 就是這個老朋友 他就說 喂 我們的廠家做這件事 是 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有一天有 帶給我們的聽眾 是 但是它還有一個禮盒裝 是 一盒就六塊 是 那麼就 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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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這個抗氧 就去皺紋 等等 是這一類的 其實問題是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會用中番茄 特別有時候 如果皮膚敏感的朋友 是 他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是那些生的那些 一粒粒那些 一粒粒那些 醫生跟他講 你不要用毛露了 你還是用番茄 是 因為番茄 它刺激性沒有那麼大 還有這個黃金茄 是沒有化學成分的 沒有的 全天然 全無天然 還有它是手工做 是 手工做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經不經理不緊要 有實用 有效 有效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給電話給我們 是 數量不多 暫時 第一批不多 大家有興趣可以 好了 OK 是這樣 幫助 結束 5 5 5 7 7 8 9 7 10 8 7 8 10 11 11 15